春节假期将至不少民众走春都会选择来场森林浴 那随着大量的人潮涌现呢 其实不少的景点都实施人流管制 像现在我们所在的内栋森林游乐区 它除了刚刚的量测体温等防疫措施之外 一天也只能限1500人次 依着森林游乐区的大小 会有不同的相关的数量的限制 那有的森林游乐区是以人数限制 那有的森林游乐区是以这个进入的车辆的限制 林物局针对森林游乐区性质有不同的人流管控 像是民众常去的太平山 阿旺大跟河欢山等 是以车辆数控管 而在阿里山 关雾及墾丁等森林游乐区 则是以人次限制 如果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如果太近的话 可能还是会造成我们在防疫上面会有破口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接受 这是保护个人跟保护其他人 面对春节人潮 除了人流控管 园区内的清洁更不可少 林物局提醒 游客入山前可留意林物局网站 车上广播跟沿路跑马讯息 掌握园区状况避免白跑一趟 另外有登山行程的民众要注意了 林物局的五个山屋是采十名制入住 若登山者体温过高都会被劝离下山 有次新闻阿拉斯区家荣新北乌来台北市采访报导 阿拉斯区家 by bwd6